最近在大陆有一则60几岁的老妇人窝居在北京一口井的下方20年的消息在网络上爆红 媒体纷纷报道他们艰辛的生活 6号中共在没有告知的情况之下突然封警 民众表示北京有很多来自各地的访民露宿街头 他们多次被扫荡更需要关注 据报道6号朝阳区立都公园附近绿化带内14处废弃的地下管道 其中包括五个有人居住的地下管道 被当局用水泥封死 管道内的物品被拉走 大部分住户不知去向 政府如果有媒体曝光他的不光彩的事情 他肯定要封掉的 这是他们惯用的计量 他要脸面的 怕你你看到他的黑暗体面 独裁暴政的体制 什么卑鄙手段都能动用 在井下住了20多年的66岁老人全有之 靠捡破烂为生 他的丈夫也住在附近的井里 他们在河南老家有两个儿子 也穷得没上学 还得靠老人贴补 很多地方的人仍然是很穷 还是没有钱念书 没有钱看病 然后那些官员又会盘剥 欺压他们 就是真的很难过 他在北京捡破烂 也要比他在家里生活要好的 北京市民说 警方和政府相关部门 多次清除访民在街头搭建的窝棚 将郁寒衣物 以及锅碗等生活必需品 都当做垃圾一扫而光 据了解 北京露宿街头的访民 大部分集中在北京南站 永定门桥下 或长途汽车站等地 他们的处境更需要社会的关注 新唐人记者雄斌 君卓采访报道